Fail超級籃球聯賽 傳統精力達新 在主力球星田磊 他轉戰到CBA之後 新球季呢 球隊是陷入了低潮 那今天呢 達新是在延長賽 不敵金九也吞下了 開季的四連敗 這也創效的隊 是最難堪的紀錄了 也的確影響到達新隊的士氣 防守門戶大開 露的不只是分數 還有球隊士氣 達新隊經過延長賽 以82比87 不敵金門九場 開季一勝籃球 這次老牌競旅 苦存四連敗 遭遇隊士最久困境 今天離隊的影響 我想隊友們 所有的達新隊員們 還在適應 那包括洋將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新的洋將 所以我想一定會 慢慢的一直往上 畢竟是第一輪的比賽 可是我們這一場 沒有拿下來之後 我想心裡多多少少 會受到影響 達新今年少了主力球星田磊 球隊還在適應沒有少俠的日子 磊哥的彌補當然是 我說實話是比較難 因為他可以做的事情比較多 可是從前幾場 除了第一場之外 我們的得分都有到七八十分 應該進攻都不成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應該是防守 出了比較大的問題 打法有一點在改變 有點像小球戰略說的在打 然後其實不好守 就是他們真的很像跑紅 回到以前很久以前的達新 我覺得這裡是我們要 不能小看他們 相較之下 金九順利開湖 將盧主位置讓給達新 而且金九在第四節關鍵時刻 因為新規則允許 重播輔助判決 討回重要兩分 球隊才有機會拿下勝利 當下我們一定距離力爭 對不對 然後剛好現在有新規則 又可以看影響 所以算是還我們一個公道 然後因為那球真的太關鍵了 如果沒拿個球 可能不會有後面的延長賽的五分鐘 HBO這一季由於季右賽改成七取六 例行賽戰績格外重要 球員奮不顧身爭搶每一球 因為每一場都是決戰 每一勝都是關鍵 UDN TV 吳家游楊玉欣 台中報導